我以總統當選人的身分 向各位宣布 我將邀請我們新境界智庫執行長 林全出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長 之所以選擇今天來公布 是因為我們預計在四月份 完成新政府主要的人事佈局 準總統蔡英文十五號 這次對外宣布新政府隔回人選 確定交由新境界智庫執行長 也是扁政府時期的財政部長林全 來接任大局 他有很好的溝通能力 他最熟悉我的治國理念 這兩年他擔任民進黨智庫的執行長 制定了我們2016年大選的政策方針 林全過去曾經擔任過主席長 財政部長表現非常的亮眼 但是我跟各位保證 林全的內閣不會只是一個財政內閣 他更會是一個改革的內閣 月季四月完成內閣人事佈局 林全表示接下來就要展開 閣員徵詢工作 對外界盛傳許多可能人選 讓新內閣影子逐漸復現 但林全都為正面回應 表示內閣人事都將階段性公佈 外傳當然有很多名單 我不願意承認也不願意否認 我會跟各位在一個階段性的 我會跟各位做一個局部的來說明 民進黨過去這八年也只有陳偉扁總統在任的時候 民進黨有執政經驗 那這裡面確實也培養了很多不錯的政務官 所以不需要一班子打翻一船人 就像今天我們也許對馬英九的政府 也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也不必對馬英九政府的閣員 都是不好的 對外界傳出重要的人事名單 像是可能和林全組合搭檔的 政權交接小組共同召集人林希耀 而民進黨秘書長吳釗謝 可能擔任國安會秘書長 還有內政部長可能人選 也傳出宜蘭縣副縣長吳澤成來接任 但是這場記者會都沒有正式確認 吳而林全內閣確定人選 林全預計最快 三月底就會公佈第一波人事名單 記者 阿萌 島首台北市採訪報導